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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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萬 貼士都是錢 我每次 買 買東西 男還是女 買東西女 手袋 手袋 原來 我比較寡問 45萬 手袋 你覺得貴嗎? 不貴 不貴 你真的很富有 我看到這個數字 我覺得這個挺貴 因為我以前也做過市商雜誌 這個價錢很濕碎 對於一班人來說 你見過最貴多少? 100萬 100萬 它是雙金的 70萬或100萬 有鑽石 也不是 外馬市的系列 六、七十萬 你真是吃飯 45萬 在說外馬市 其實真的不 所以問題是 它是限量版 款式是怎樣 為什麼我會說這宗 就是 首個亞洲地區 手袋拍賣 在亞洲搞的 就是在街市德搞的 接下來 今個月的21至24日 就會舉行 在會展 到時候 這個也挺好笑 它說 由45萬到4千元的袋 都可以賣 不是只是 拍賣很貴的袋 不過 Gas也是 走也是 幾千元 幾千多元 都起錶一玩 你買什麼 讓大家玩一下 升幅前面 你可以猜 其實你買的征服 不是買的實質 不是買的絕對價值 你買的升幅幾多 但是 這篇報道也挺好笑 BB也不是很便宜的袋 他說封劍由人 由說外馬市 45萬到BB4千元 都是 封劍由人 在拍賣康裡面 是的 所以大家 買名牌的心態 大家想想 整天都以為 有些年輕人 打算買名牌 你所謂的名牌 和真的那些名牌 其實還有很大的距離 好像LV那些 其實現在 基本上 不是什麼名牌 是平民的手袋 大家 可能小時候 希望 因為那時候 是的 但是太多人擁有 現在要玩 越精 然後有BV 現在是愛馬士 要玩越上去 所以追不完 兩件事 年輕人 如果覺得 看能力 看能力 我想要多點留意 到底哪些牌子 和升值潛力 其實你可以反過來 這是學習過程 學習什麼是價值 哪些是真的會升值 哪些是多人意會 你覺得對 但是年輕人通常用得很燥 我見過那些名牌袋 用得像是書包 用得很殘 這真的是豪氣概天 真的豪氣概天 有些人 你見到可能有些闊帶 他都很小心 但是小朋友 買一個名牌 他真的當一個粗袋 用 對 他對那些所謂漂亮 他沒有概念 所以你覺得對 要研究一下價值 會不會升 如果當成一個收藏 將來可能 你戴一輪之後 你換貴 你換了還可以賺錢的話 那你才是一個 會玩玩家 還有你可以欣賞 譬如他的手工 那個牌子的歷史 怎樣來 你這個真是一個好人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 你要研究這件事 其實是讀近代史的 即是時尚的近代史 你很透過這件事學習 那你就邊玩邊學 起碼你能夠讀牌子的名字 齊齊精精 都是… 不會讀錯 都是一件好事